福里乡市区街道路面年久失修老旧破损 影响市融观瞻以及道路的品质 乡长江东城全面性的巡查后 针对乡内十条路况较差的路面 目前已经进行了规划设计 要立拼两个月内发薄石座 看见乡长江东城巡查住家前 道路扑面氧化情形 住户是把握机会赶紧上前反应 福里乡市区街道巷弄路面年久失修 多数老旧破损 放眼望去感觉是又老又破 影响市融观瞻不说 道路品质不佳也危及用路人的安全 乡长江东城率领乡公所业务客室主管 全面巡查 发现路面老旧破损 军列期待改善的道路就多达十条 而目前乡公所也已经着手规划设计 预计两个月内发薄石座 布里乡公所这一次 首先针对了连接布里车站周边 延伸的道路先行改善 预计铺设设计面积约2600平方公尺 以及十条道路进行跑步作业 乡长江东城进一步表示 道路试作期间 尽请民众注意行车安全 公所也会逐年进行 道路检视与改善 建构复理乡更优质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导